4月14号晚间 2023年全省首个韩国入境旅游团 抵达烟台 开启仙境海岸之旅 烟台你好 4月14号晚10点28分 40名韩国入境游客 抵达烟台蓬莱国际机场 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 为旅游团举行欢迎仪式 并为每一位韩国游客 送上花束和礼品 游客们既兴奋又激动 开心地拍照和影留念 现场气氛热烈 时隔很久来到了中国烟台 烟台离韩国很近 我对它一直怀有亲切感 我们这次是时隔近4年 再次到访山东烟台市 百感交集之际 还是非常高兴能够来到烟台 非常想念烟台美酒 我们会让更多的韩国游客 来到烟台市山东省 今年以来 烟台邀请多个国家旅游渠道商 来到烟台品鉴 微度假新旅居等新业台产品 并推出了大型韩国航运团产品 签订了3000人接待协议 自全面放开入境旅游团签证后 烟台市抢抓机遇 积极与相关入境旅行商 以及韩国组团社多方面运作 加速迈入入境旅游市场的全面复苏 接下来我们将开发更多的入境旅游线路产品 组织策划丰富多彩的主题文化交流项目 积极赴日韩等境外客源市场 举办文化旅游交流推介活动 进一步提高入境市场